Hello, 畢基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人成功, 有些人失敗 為什麼他會成功呢? 成功不只是靠口說口號 要克服很多問題 你有沒有這些特質呢? 近期畢基道 看了一個資料分析 很像我的 所以我也可能會具備這個條件 不知道你有否具備這個條件 別人視為無法跨越的障礙 成功人總有能視之為破解 化解的克服問題的方法 有間大學叫賓州大學 真的嗎?當然是真的 說笑也可以 Dr.Martin研究發現 決定一個人成敗關鍵的因素 就是這個人會不會視自己失敗 是一種不可控的因素 還是一個可以彌補改善的錯誤呢? 這個跟北基道近期 出過一條片 就是叫做 你要錯過才知錯的原理 是一模一樣的 好了 看一下裡面 我就做了一些分析 然後呢 就整合了跟大家 講講 要事業有成 有七個要挑戰要克服的 好了 有些網站就是說 喂 超過一百萬 不受這個測試的資料顯示 發現有九成表現前段的人 EQ都很高的 所以日常生活中 你必須要小心 很多事情 令到你的EQ 不高 就是要保持 EQ 在一個 好街的狀態之下 水平 好了 第一件事控制你 影響你 就是負面情緒 你多不多? 我就不多 為什麼? 你看到不羈道 一向都是這樣的態度 輕描淡寫 有什麼那麼緊張? 因為人生永遠 永遠 人生不會永遠會照顧你自己那邊 二施籌 有時候會相較停留在原地 如果你不斷抱怨 成功就往往地專注了後續的問題 要找到最佳解決方法 唯有一個方法 就繼續走下去 如果不然 你就原地踏步 沒問題 繼續站在那裡 如果人生中的負面情緒 是來自別人 那你又要怎樣? 應該和這些人 儘量保持距離 天天去都灰蚊蚊蚊 天天都說 這陣子真是死了 那些事情又搞不定 那樣搞不定 和女朋友又吵架 和男朋友又吵架 家裡又不好 錢又不夠 這些人 撤掉它 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 不要那麼接近他們 好了 若果想阻止別人 經常跟你抱怨 你又跟他們好朋友 那怎麼辦呢? 以下我教你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 詢問他 你想怎樣 解決你這個抱怨呢? 要不 你就安靜 不要出聲了 你不說 那我就不知道 要不 你就說這個話題 看看有沒有解決的方法 大家去想想怎樣去做 這個就是 很正面的情況 第二件事 誰都會預見 就是 影響你的就是你的年紀 尤其是女兒 女朋友仔 男朋友仔 也一樣 你老了 你就會覺得 好像什麼都差了 又沒有那麼漂亮 諸如此類 老了 別人不喜歡我的 我又要怎樣 又要怎樣 成功的人告訴大家 不會因為他的年齡 決定他是誰 做什麼事 但是大家都會 會因為愛他 不會因為他的年齡 而不愛他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 年齡 成功的人 不會為自己的年齡 而黑板定低了一個決定點 會跟隨自己的意志 和意情去做事 就像今天 畢基道繼續要說話 繼續要經營 我不會理我自己現在 是多大的 但是我很年輕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看到我的情緒 和你們是不是有程度上的不一樣呢 好了 如果你覺得 那些人對你是有傷害的 喂 竟然遠之 不用想的 但是 喂 又有句 很多人喜歡 站在那些 明知他不是很好 但是又不知道為什麼 受他影響的 所以 你看到 最近做成功的大企業 都有兩個人組合 多的 你看到Apple 是的 Steve Jobs 還有另外一些人 對嗎 你見 travelling 微軟的 有個自給 標誌也有個 保羅愛倫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只是一個人創業 你永遠都見不到 自己的負面問題 還有 架構不是很完整 因為大家要互補 所以架構組織是不會由單一組成 你一個人有多厲害? 真的一個打十個? 比你十個我打八個 那你怎麼搞? 對嗎? 好了 如果你不滿意現象 你看看周邊的人 你就會發覺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因為很多人 又不會有partner 又不會跟別人溝通 那他怎麼可能成功呢? 下次回來繼續說 怎樣做會令自己成功 好了我們繼續說 別人的想法對我們原來很大影響 別人的想法往往對於你自己 是會造成很多浪費或者資源上的損失 他們很多時候可能舉出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可能左右了 如果他們對自己做過的事情不敢滿意 他們不會管別人怎樣去想的 好了 無論別人做什麼想什麼 你自己意識和肯定都是自己的 當別人評價你唯一確定的是 你永遠不會像他們那樣好或者不好 所以不用管別人怎麼看的 所以有時候要隨著自己的想法 還是那句 不錯過你怎麼知道錯 但是下面又出現了 因為你沒做過 所以你會產生恐懼 恐懼是什麼? 恐懼是一種想像 對啊 對啊 而成功的人對這個恐懼 就嫁輕就熟了 為什麼? 我一天都會失敗的 我什麼時候告訴你 我成功而已 所以我跟他好朋友 因為這樣 他是享受恐懼 而帶來的快感 因為最後你上 就是贏了 人家不敢做的那件事 總是在自己內心深處 留下了一個就是擔心 哎呀 我等一下 要怎樣面對呢 哎呀 我吃飯的時間 如果沒有位又怎樣呢 我等一下又要做presentation 未完成又怎樣呢 不要緊的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你很短時間可以控制這個場面 還是很瀟灑 好了 過去和未來怎樣影響你的成功呢 好了 這個就要和大家分析一下 簡單來說 過去未來的概念和恐懼是一樣的 過去你有些失敗成功過往 但是你永遠會想回 我要怎樣怎樣 我要怎樣怎樣 都只會來自於想像 沒有罪惡感能夠改變過去 也都沒有焦慮能夠改變未來 那你以前真的做錯了的嘛 錯了就錯了 你知道錯就行了 所以一定要看一個概念 那個概念就是 錯過才知道錯嘛 不錯過才知道錯呢 很難明白的 成功只會專注於當下 我過去已經失敗了 我已經做錯了 所以若非如此 一個人就無法發揮全部潛能 亦無法全面地接受現在的現實 我不斷地有檢討的 因為很簡單 如果不是我懷免過去 那我怎樣可以展望將來 我現在最重要就是當下 當下我可以控制得到多少 我能夠掌握著多少 好了 要專注當下有兩件事情要做的 一就是要接受你過去 因為失敗了 第二就是過去 要跟他談好數 我要知道怎樣 錯才可以 連錯都不知道 那你就還沒談好 好了 二是接受未來不確定性 不要過分 過分 對未來 好有同情 因為可能有其他不確定性 但是最重要是自己怎樣拿捏 第七件事 就是現實的問題 當你打開了不同的媒體 電視 YouTube 甚至報紙 你會看到很多事情 又戰爭又不確定性 那邊又有負面情勢 又有瑞絲案 又有官司 又有暴亂 很煩 那又怎樣 這個就是令到你不耐煩 令到你分亂的其中一個因素 但是成功的人會專注 顧好自己要注意的事情 還有周遭的部分就可以了 專注做那些事情 讓自己和世界每天變好 看東西要正面 不要灰 因為這樣才可以令世界唯一改變 就是這樣 很簡單 速和以談一定對的 因為大家都想不打仗 但是怎樣才可以令到這個和爾能夠落實呢 那沒有理由只是單方面有利益 其他沒有利益的 所以 只要大家 去處理得好一點 這些問題 你就有機會成為一個成功的人士 好了 這樣又要 不是說成功就成功了 你成功 你都要知道你有沒有成功的人 你的特質 你什麼都沒有 好了 很簡單 沒有學理不要緊 好 後天 去不同的情況去補救 喂 你什麼都不是 又沒有學識 又不想做事 又犯來張口 又要成功 那又沒有機會 我可以現在來告訴你 一個字就叫我 Absolutely No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會被人拋棄 給誰包?成功 誰跟你做朋友?失敗 明白了 下次回來講 你要有什麼因素可以達到你成功 多謝 如果你在職場上想成功 你要做什麼都想成功 打球也要成功 運動也要成功 做事也要成功 談情性愛也要成功 你就看看自己有沒有什麼特質 你什麼都沒有又想成功 這樣你只有一個朋友 那個就叫做失敗 不會有成功 這個跟北基道的概念完全一致 就是叫做同和分歧思考的兼具 那就是什麼?正反信契思維 什麼叫正反信契思維? 外國都是這樣說的 成功的人的思維要兼備兩種主流 一種就是 意見與多數人相同的思維 另外一種就是和喜歡 高喊就是意見 跟你不一樣的人 提出不同意見的思考邏輯的方法 那就是換句話說 就是中了? 是啊 北基道說話一向都中了 不中為何我這麼強 我估計這麼厲害 因為我用這種思維 那個名字來的 你喜歡叫什麼都可以 你喜歡叫ABCDEF都可以 不過我喜歡叫做正反信契思維 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 當一民成功的人 提出了一些突破性的框架 想法 你同時會用大眾的思維去挑戰 去驗證它 能不能夠做得到有無傑失 之餘呢 你就要再用另一種反過來的思維的方法 這種 就可以去認證 這個說法 或者這種理論 有沒有機會可以成功 所以不斷不斷 循環又循環的 做人要有禮貌 但是又不怕得罪人 就像我這樣 真的中了 我有沒有告訴你 我們要靜法語言 說粗口沒用的 你罵人都沒有用的 罵得多一件事 如果改變得到 你打他都可以 但是都解決不了 所以 我一向教我的兒子 我的女兒 都是一樣的 你做人要有禮貌 好像不羈道 一向都很有禮貌 但是我又不會怕得罪任何人 這個就是做人最重要的其中一種特質 成功的人不會愛問如果 為何不 意思是他們喜歡挑戰傳統 突破框框 卻又不為反對而反對 只是為讓事情做得更好 我通常都會問 究竟為什麼 不懂 不似下問 沒有問題 但是不要 帶有一些負面情勢 就可以了 好了 當他們一方面 待人和善有禮 但若 當必須直言不諱 又有道理的時候 就一定不怕 翻臉 再說 你知不知道哪些人不容易反面 肥的人 脆的人 因為實際 反不了面 明明 說笑而已 好了 繼續 繼續 做事要有異性的人 做事要有客觀理性的人 很簡單 我做這麼多分析 還沒有客觀 當然有 不忌道 為什麼 一早就告訴你 我講道理 但是我又不忌 又要寫得出來 對工作的熱誠 不會充分頭腦 成功的人士的腦袋 可以保持熱情 但是又要理性 去對待分析的工作 這些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有沒有這個特質呢 遇到失敗的時候 他們只是認為 只是一種承擔 只要改善 或者我們錯在哪裏 虛心些去接受批評 這樣就有機會成功了 為什麼 就是那一句 不錯過 誰知道錯 明白嗎 不忌道 每條片 你們看多點 就知道 還有 要是一個什麼人 又冷又熱的人 個性又熱 又冷又熱 對事情要有熱情 但是又有時要內斂 冷靜去處理事情 不要 一一尾都是熱情 哎 各樣都 喂 快快快快 想都不想去做 是啊 你做事很有熱情 不過永遠都錯 埋頭苦幹不是不好 但是方法錯 一定錯 還有 又喜歡工作又喜歡玩 你見一下畢竟的片子就知道了 我又喜歡 Formula 1 又喜歡打網球 又喜歡看球 但是我對時事經濟各方面的東西 歷史文學 完全都可以 還有我精於創作 精於科技 這樣 行不行 挺好的 所以你們很多人都會愛上我 老震盪 很重要 brainstorming 將你的想法 說出來 做生意很簡單 首先用一張白紙寫下 那個叫plan 前面加一個字叫business 那就相結計劃了 但是你首先 要跟多些人聊 跟你親戚朋友 各樣東西 喂 他們都可以ban了你 那你的business plan 就不可以了 所以你問人借錢也是的 問VC借錢也是的 為什麼他們願意 投資給你做這個angel fund 就是一樣部分 所以你具不具備這些特質 有 那你就賣向成功 筆記道有沒有 有些的 希望你們正面評價我 多謝各位